今天我们选海峡两岸的两个社评 我自己觉得都相当有份量 一份是来自台湾的经济日报 一份是来自内地的环球时报 其实两个的报章都在说 整个因为特别是疫情 再加上战局交集 全世界经济的规则 经济的趋势都被扭曲了 于是大家都需要作出一个调整 经济社评的标题都很清楚点出了 台湾需要面对全球经济疫全球化的趋势 全球化经济说了二三十年 现在叫疫全球化经济 这就交集了疫情和战事 所带来一个新的变局 疫全球化经济的起步点 可能你说要硬找一个很明确的起步点 可能在特朗普时代开始打的贸易战 除了提高关税建立一个贸易壁垒之外 他积极叫美国的企业回到美国投资 他也劝国台美的鸿海 他就在美国开厂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想太受到中国世界工厂这个 突然之间你不做 或者断了供应链的影响 好了 要对抗中国供应链 特朗普都没做得那么准 而是经历过这次俄罗斯战争和疫情 大家都知道一定要活化自己的经济供应链才行 否则只靠人就死了 所以在未有俄罗斯战争前 美国对中国也用了很多手段 压抑它的增长势头 用战略上的围堵等等 这些经过俄罗斯战争 你发觉那个情况会变本加厉 因为现在到更加重要的全球供应链 而经济比赛的特出一点很重要 国际贸易的学理来说 一般没有考虑对各国的政治体制差异 最多只会顾及各国政府对贸易的干预高低程度 而实际上 政治体制的差异 实际上就是国际贸易的绝大不确定性 一个原因阻在 是的 学理和现实的世界果然是不同的 因为现实政治令到贸易存在一个不确定性 这个不确定性对增加贸易成本是很重要的 而这个不确定性政治上面的问题 现在出现 《经济报》所说的 威权体制就是造成这种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 西方一般的贸易理论就真的讲到那个经济效益 从这个实际的数据去看 但是威权体制很多情况下 是有违经济的常规 因为威权体制你看见是俄罗斯好 中国好都是威权体制 威权体制去考虑到一个国家经济的问题 就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 是从这个经济实效去看 你想看见 他都怎么知道 中国大陆坚持疫情清零政策 所采取那种广泛封城政策 就是威权体制造成这种逆全球化的另一章 是的 我们见到有些外商真的找回中国对外商务的负责人 掃苦水 过去的一个星期我们都见到 主要是说封上海 其实其他城市都有影响 这种经济日报怎样出来 就是不确定性 我作为投资者 我未来怎样呢 我需要多预计一些 我有些后备方案 或者后备的生产基地 这就增加了贸易的成本 台湾经济日报甚至乎认为 中国这种的威权体制之下的封城行动 影响是不下于俄乎战争 所以经济里边都有几句说话 其实很倒肉 这些评论在香港媒体已经不可能出现 他说今次封城政策 从经济角度来说 不但缺乏合理性 也都违背了常识 人性的预期更加造成了对经济的重大冲击 却正活生生感上演 这就是真的一语讲进了 现在内地因为这个清零政策 而很多的措施 你真的看到政策凌駕于很多实际的社会环境 以至科学的理论 大家在我们上海两位听众Jacky和何小姐打电话来 可以看到他们的封城初期和昨天的心理变化 落差都挺大 你说做生意的 我真的要计算 所以世界银行总裁在经济里边引述他说 全球各国现在努力要让供应链多样化 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当全世界的商家或者厂家想设办法 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的时候 中国可不可以成为 虽然现在它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 但是会不会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 在全世界里面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发挥 很重要的作用 将来可能有个变化 这些都是要眉与筹谋的 当然香港我们的主导性很小 我们必须跟随国家的政策走 而香港也进入另一个阶段的威权政治的管理 我们又看到《环球时报》 今天的社评比较有条理 说了问题所在 它说是针对美国在今场的俄乌战争当中 很多美国企业担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美国企业全部要下水 其实以中国人形容 美国企业帮美国或者美西方打一场超限战 在什么情况之下呢 就是我不是只是军事 在军事领域之外的较量 就是有外交、贸易、金融、信息、舆论 各个领域全方位去开打这一场仗 大家好熟悉很隐单 跨国的一些石油公司 当然了 丹文座 一个所谓尖兵角色 特别在石油市场方面如何去调整等等 但想不到如苹果、微远、英特尔、英特尔、Twitter等等 科技巨头都纷纷下水 这方面确实在过去美国 即使美国实际参与战争当中 美国企业都没有那么下水 最近大家在网络上看到 Google出了一些卫星图片 我将它清晰化了 以前的解像度很低 清晰化了给你们看看 俄罗斯的军备如何 我们看到有战艦、航空母艦、 有飞弹的发射井等等 我看完那些照片 我觉得我不相信那些间谍卫星 你一早已经拍光了 为什么要什么呢 Google否认有改变了这个策略 但是反映了一件事 環球时报点出来说 企业是要被美国政府拖下水 但是我们有一件事都无法掌握 美国企业是否可以随着白宫起舞 应该不会的 你看看好像那个星链计划 马斯克 是乌克兰的副总理出一句声 他自己去答话 所以当中 当然国家的政策是可以影响到企业 但实际上企业 你是能够好像沽着责去压下去 其实除了经济政治考量之外 也讲回企业的负责人 因为这场俄乌战争 确实是一场 他们看来是不公义的战争 是以大欺小的战争 大家都有一种 是坐强扶弱的心态 于是想想 在这个全力去制裁俄罗斯的时候 他都想想我们自己做些什么 所以他各自都采取不同的策略 有些透过这个经济制裁 有些是撤离在俄罗斯投资 有些说到Google 或者其他的科技 直接帮助在军事上 来帮助协防 实际上是 因为除了可能企业的企业 这些跨国企业都有一个特色 《万球时报》的社评里面没有说 但以我的观察就是 这一类的企业 他们的主管或者是创办人 他们的头脑是相当灵活的 而且他真是走在世界的 不是潮流 各领域的科技最尖端的人物 他们没有这种自由思想 是做不出这些事情 在这一场战争之下 他们没有办法 跟俄罗斯那种说法 是接到鬼 《万球时报》可能违避了什么 其实在西方社会当中 畢竟有个自由民主基石 就算是企业的巨头 它本身都倾向这种价值判断 那种已经太相近 所以你看见 现在世界分为两大阵营 背后都是意识形态的主导 但我看《万球时报》 怎需要问 其实它也有点担心 如果单是面对美国政府 都容易应付些 原来这么多企业 都可以站在政府那边 当然从中国的政治文化来说 中国所谓很多的大企业 其实都要跟随政府的政策 要走 但美国其实它们是有足够自由度 可以不用跟 但它也跟 《万球时报》的社评 没有去探讨一个问题 究竟这班企业 它压上世界博弈的副驾驶座 但是究竟这些企业 其实它是为了 拱卫世界暂时来说 主流的价值观 文明的核心标准 还是听政权的话 我就不太相信 他们会听拜登说 会听特朗普说的 你看看以前来说 这些企业特朗普时代 跟特朗普对着干 对啊 你看封了它 所以这就是背后一种 意识形态的对立 当然对中国来说 看到这场河湖战争 美国的大企业可以站在政府那边 来到去配合到各方面的政策 调动资源等等 这个确实是对中国来说 都好像刺了一针 如果将这些策略去对付中国 那我们怎样承受呢 这些也是未来一个 是存在很多变数 和值得忧虑的地方 如果我们配合《环球时报》 和《台湾经济日报》 其实要思考一下 威权体制 是不是对全球化的发展 是一个逆向的走法呢 究竟这个逆向走法 是不是随着中国的强大 而变成一个主流 中国的威权体制会成为主流 很明显全球已经分为两大镇定 所以以前来说 民主对社会主义 现在不是 你看见俄罗斯好中国好 其实都很资本主义性 但是不变者就是那种威权的统治 这可能仅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一个存在的现实问题 这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着大家 出本重温声音客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